卫生部扩大社保援助计划慢性疾病津贴和保健储蓄的使用范围 慢性病患通过视讯复诊 可获得的社保援助津贴和动用的保健储蓄将涵盖更多种慢性疾病 卫生部早前只允许七种慢性疾病患者在通过视讯定期复诊时 可以获得社保援助计划下的慢性疾病津贴和使用保健储蓄 如今可获社保援助津贴和动用保健储蓄的慢性疾病将扩大至20种 当局自今年4月宣布视讯复诊可获津贴和动用保健储蓄之后 已有约235家私人医疗机构提供有关视讯问诊 医疗业者必须曾经当面看过病人 并确保病人适合视讯问诊才能远程复诊